畫面中的這條後巷 環境原本相當髒亂 在信義區永春里許惠蘭里長的積極爭取下 終於完成後巷美化工程 讓環境變得煥然一新 加上旁邊的一塊私人土地也正好重新整理 讓整個區域終於變得整潔明亮 這條後巷位於中校東路五段621巷的裡面 然後我們這條後巷 其實一直是沒有通道後面的 因為可能老舊社區有人一直在使用 所以一直是通不到鏡頭 以前真的是沒有人敢走進來 因為它很骯髒 然後雜物很多 然後就是因為老舊社區 所以其實也很多 裡面丟了很多東西在這個巷子裡面 對 然後因為我們經常進來做打掃 然後我也發現了這條後巷的狀況 然後不只是髒亂而已 而且它的路面坑坑洞洞 然後在我的任內 今年我就爭取到後巷的美化 然後把整條後巷整理出來 整理乾淨 然後終於可以從巷頭一直看到巷尾的一條後巷 以前所有的停車場都是雜草重生 然後因為這邊有一道柵欄 柵欄上面也都是雜草 所以你站在那一邊是看不到這個後巷的 完全是擋到的 對 你只會看到一片很大片的雜草這樣子 然後後來 然後真的也很幸運 我在做後巷美化的時候 私人土地也在剛好把它整理成停車場 所以現在你才會看得到 這麼好的視野直接可以看得到對面的房子 對 要完成後巷美化相當不容易 里長說尤其是施工前要與住戶溝通協調 也感謝李明的配合形成共識 才能讓後巷順利美化 最難克服的可能就是人吧 因為那麼多的商家跟住戶 我要一家一家的去協調去說明 然後也要拜託他們配合 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你現在看到是很乾淨的 而且大家都把 你看東西都上移的這一部分 其實都是店家跟住戶 他們一起配合來努力的 後續維護 其實我都有跟店家跟我的李明說 真的好不容易 所以我們把這一塊 可能是從由里上以來 最髒亂的一條後巷 都已經做得這麼漂亮了 拜託大家一起來愛護它 不要把摩托車再騎上來 然後也不要再把這邊堆了一大堆 不該有的東西 目前永春里已經陸續完成 多條後巷的美化 里長說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大幅改善環境衛生問題 這條當初水溝已經佔據了一半 所以它的路面就剩下一半的距離 然後水溝是裸露的 然後我們也是爭取把它後巷的美化 所以就把舊式的水溝 也都把它蓋起來 這邊管線也都更新過了 舊式的水溝蓋起來 所以這個其實蓋舊式水溝 就是解決那個老鼠的問題 對 而且 因為水溝有重新開花 就不會有二臭 像 這麼窄的 其實以前不可能走到這邊 以前完全要站在這邊走 因為這邊的水溝很寬 然後是裸露式的 所以只能緊貼著這邊的牆面走 然後就是 然後我們就一直把它美化到 雙邊 讓它整齊 然後後巷美化真的就是解決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老鼠 因為你後巷不做的話 裡面都反映老鼠很多 然後甚至會往上爬到 三樓四樓的住家裡面 除了後巷之外 里長也針對里內二三十年的 老舊水溝爭取更新改善 整個都重新更新 溝體更新 溝蓋更新 因為我們里長很多水溝 都已經是二三十年 都完全沒動過了 然後我就爭取 把那個溝體 因為溝體 溝體久了都是會壞掉 然後就是積水會有二臭蚊蟲 那我就趁著這次爭取到了 我們就把它溝體重新做 然後溝蓋做常駐型的 然後就是讓水溝不要積水 然後你們的生活環境會更好 這一條這邊是二四九項 松山路二四九項 然後它會沿著一直轉彎 做到松山路二二五項的交接處 另外針對居住安全 里長也盡力爭取警方 再巷弄來加裝監視器 監視器是我一上任我就爭取了 然後其實在里上 我爭取了很多的地方 可是因為我們 我們能夠體諒到新一分局 它的經費是有限的 因為畢竟新一區有四十一個里 大家都要搶著監視器 然後今年就 我的里上就增加那個點 有兩台監視器 這兩台是里上最新的監視器 剛剛裝好的 因為這是兩條巷弄的交叉口 也是轉彎處 然後它距離這個大馬路有點距離 所以我們覺得安裝了以後 會對里民的安全更加維護 永春里里長許惠蘭 每天都穿梭於里內各角落查看 發現問題就設法改善 希望盡全力為里民營造更乾淨 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記者陳淑萍 台東 記者陳淑萍 台北